北约秘书长这番讲话实际上是反映了美国对北约的支配地位 因为北约的主导者是美国 而美国的对华战略必然要反映在北约的全球战略当中 随着中国的崛起 我们知道美国对中国制衡的力度在加大 我们知道他最近逐渐三边的安全合作伙伴关系 又组建什么这种印太战略的四边对话等等 目的就是一个是为了限制中国的发展 那么随着中国崛起的速度越来越快 美国认为单凭这些还不够 还需要在北约的战略中体现出对华制衡的这样的一种内容 把北约的欧洲盟友都拉进来 一起加入美国制衡中国的这种战略当中 美国才有可能能够平衡中国的这种发展 因此在北约这两年的这种战略中 就不断地出现这种制衡中国的这样的一种内容 这是美国在北约内部 运用它的这种主导地位的一个结果 但是美国的这样的做法能不能实现呢 我想它不可能完全实现 因为北约内部的成员和中国的利益是不同的 很多像法国 法国就认为北约是处在一种脑死亡 是吧 北约的这个作用在下降 此外呢 北约还有一些其他像东欧一些国家 和中国的关系也不错 中国呢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经济利益摆在那 所以说美国的要求北约加入到美国制衡中国的这个战略中 我估计是难以完全实现的 只不过北约成员碍于这个美国的这种老大的地位 在北约的这个战略中加一些这些内容 但这些内容能否实现 我是打的一个大的问号了 我个人认为不可能实现 因为各自的利益不同 北约内部也不是贴板一块 我个人认为不可能实现